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Albert Chang CHANG 我電視 簽了當開箱 我們1932年 在這裡 同一個地方 清明節的話 對中文來講的話 我不曉得對別的種族 這個很重要記住祖先 尤其是現在美國 那麼在清明每年的時候 當然要掃墓 要追蹤甚遠 我們很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你的來源 來處是在哪裡 你不能忘記你父母 你父母培養你這麼多年 那麼到最後他們去世了 你就被人忘了 這個在中國來講 孝道來講的話 根本不孝 所以這個 但是我們去 記著他們一般的話 對我來講的話 都是買花 買些花 放到墳墓上 去拜一拜 所以人生很短 因為你說這父母去世了 說不定我這個年齡 過幾年也不在世了 所以這給子女方面 也是個教育 因為很多人 在美國移民以後幾代了 因為過去的文化整個變了 那麼她的祖先是誰 已經不記得了 這是很悲哀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我都認為的話 因為都值得提倡的 我想這個在懷念祖先的時候 是應當的一個感謝 因為他們傳承 這個我們的文化 真的繼續下來 我們真的接受到這些 中國傳統的意念 都是從他們來的 我們小時候都受父母 祖父親戚來教導 所以在清明節的時候 我覺得不僅僅就是 懷念自己的祖先 也能懷念追念 我們自己的文化 這個很重要的 我其實我個人認為 這個 用點水果就已經很好了 都不必來這個 有人的話 我知道上墳的時候 帶了很多食物 還要大吃大喝一飯 我認為這個 這個有點過分 因為最主要是尊敬 就是懷念他們 不是在吃 不是在食物上 因為這個傳承的話 很重要 就像你宗教信仰一樣 你今天主信仰說 你並不是你今天上供 給老佛爺上供 上什麼東西 但是你要主要是在心裡頭 你能感激 那麼你過去的 你能承傳到這個文化 這全是你祖先傳下來的 我想你說祖先 會不會給他們幫助 對我們的社會 比如說現在不好 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 但是呢 這在祖先傳承下來的 智慧是在 我們如何來克服困難 並不是暫時的 或者是告你什麼辦方法 但是主要的祖先傳承下來 我們的精神 你會遭遇到困難 你會克服這個困難 這個是主要的 得到 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